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个独生子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 大部分的时间独处 然后我妈就会让我画画 如果就是要洗衣服 或者是做一些家务 没有腾出手来看我的时候 然后她就发现 给我一根笔 给个纸 然后自己能在那画很长时间 然后就特别省事 其实还好吧 因为父母对我的关系 但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我母亲 我母亲 就是对我成长的方面 可能会花的心思 包括她的就是生活思考方式 也都是喜欢把很多的事情 提前准备好 所以小的时候就是 呵护方面还好 没有说特别的孤单 其实就是来德顿社说相声 开始肯定很多人都会说 可能家里也会不会支持 包括我跟我们的师兄弟 有些也会说 说最起始的状态 说去说学相声 肯定家里面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质疑 就觉得这个和正常的 他们那个年岁的人 觉得不是一个很安稳的职业 或者说一个 就像一个很 让他们觉得很踏实的职业 所以说 开始就是我母亲 她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她说就是这样自己去想 你想好了 然后你去做 然后她就会全力的支持 我觉得特别的好 我觉得特别的好 因为包括到现在的 我的性格也好 或者我的思维方式也好 我都是很多事情 喜欢自己先去把它 准备好再去做 所以说我对自己的 每一步的计划和人生规划 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目的性和方向性 我觉得很少在我成长阶段有 就是长时间的迷茫期 其实我都是知道 下一步要去自己做些什么 在德议社的当时那个环境下 刚才提到了 因为是后期的 所以说你跟他们比起来 就觉得 既然我的时间可能没有花的那么多 然后呢 就是通过时间来补也好 通过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沉淀去 把这东西再去给它找不回来 我觉得这样就还好 不会说的有那么大的紧迫感或压力感 因为你要说的可能真的是 因为你刚来不可能就说的 我来到德议社就进入了一个平静期 所以说其实开始的阶段还是挺开心挺快乐的 大家开心了 就会到哈尔滨的松花江的江面上 光个膀子 打个快板或者长段小区小调的 就很兴为艺术